7月1號的課 7月1號的課 嗨 大家好 我是Celine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7月號的雜誌啦 那7月號呢 有什麼特別的呢 欸 這個 我們就先來講講11號的課吧 11號 就今天了 嗯哼 好 11號呢 我們要講的是這個 一個著名的景點 它位置呢 在北非 也就是摩洛哥啦 不是摩納哥 摩納哥在歐洲 摩洛哥在北非 OK 好 那摩洛哥的三個城市 它的顏色很特別 一個是紅城 Red City 一個是白城 White City 還有一個是 Blue City 藍城 好 我們先看 Red City 它就整個 就是城市就會有這種 就是Rosy Pinky Glow 就是它有個光灰 有沒有 就是美美的 那裡面就在講說 它是為什麼 會是 這個顏色 然後它城市裡面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來到 這個白城和藍城 那藍城就講這樣 那至於它為什麼 會漆得整個藍藍的呢 這個就要等大家 來自己看雜誌 來瞭解為什麼 它是藍色的城市啦 然後我知道 我其實蠻少介紹這個故事的 但是我自己是蠻喜歡這次的故事 所以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 離開歐麥拉的城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ylas 好 這個 這個故事呢 它其實是一個 架空 架空的 就是虛幻世界故事 那 它用意呢 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去檢討一下 這個現代社會 我們有沒有什麼 忽略了一些人的利益呀 然後 可能 踩著別人的頭往上爬之類的吧 對 那就讓大家好好的 有機會去檢討一下 哦 就是如果你是一個 有 有既得利益的人 你要怎麼樣 去 呃 可能思考一下 什麼樣的人 可能需要幫助 OK 好 接下來 接下來呢 想跟大家介紹的 其實 欸我覺得 可能 搞不好大家最有興趣 也說不定嗎 反正 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介紹給大家啦 好不好 好 這一課的 這個 樣貌也非常特別 來看看 對 就是 嘻哈 用語大全 好 那嘻哈用語大全呢 這次 做了這個 非常特別的文章 那我們就會講到一些 就是 就是在 hip hop裡面 這個 這個 music genre裡面 有什麼 呃 一些特別的字 那 當然我們講的呢 就是一些 比較 老少嫌疑的字啦 好不好 但是 還是很實用啊 就像是平常 就是大家 很愛講那個 就是什麼 你知道 嘻哈歌手 是不是喜歡 穿金帶銀 他們都會用什麼 藍 金色的牙套啊 什麼 戴金色的項鍊啊 手上都是金色的戒指啊 這些東西 啊 對還有一些 diamond 有沒有 diamond 他們叫什麼呢 在嘻哈世界裡 這些東西叫做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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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bling 那我們就會講一下 bling這個字呢 是怎麼 怎麼出現的 然後它可能 在什麼樣的狀況裡 是會使用到 喔 然後還有一個字 我覺得很有趣 叫做DIS DIS DIS 大家知道什麼意思嗎 DIS其實就是 欸 Dis respect Dis respect 也就是 就是你想要 嗯 你可能想要 貶低某人啊 然後 欸 讓別人 當眾出醜啊 這種我們就可以說 DIS 就是Dis respect OK 那 呃 還有更多其他的字 那就歡迎大家 看看雜誌來 學習一下囉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我 對於這個 七月號 想要跟大家 推薦的文章們 那 呃 歡迎大家去 書店翻翻看 這個 我們的 七月號 啦 那 其他的文章內容 我相信 就是其他的編輯 都已經跟你們介紹過了 所以 我就不多說 但是 我個人很喜歡這一期 OK 好歡迎大家去看看 下次見啦 掰